小旭与冰星是多年的同事 在公司的两次聚会中 因冰星看见小旭与自己的男友 有过两次肢体接触 而导致同事关系分分离心 各种对小旭不利的留言 也在公司流传 今天小旭来到现场 试图澄清事实 同时挽回正在与冰星 以朋友方式交往的相亲男友 那么冰星会来到现场 接受小旭的告白吗 看样子今天的这个诚信误会 比较难 也有可能一个误会 就误会了一千年 我们来期待一下 看看会不会来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恩见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你认为他会来吗 他会来 如果他来了之后说 所有的误会都不是我引起的 公司的留言也不是我传的 你会相信吗 只要他说那样我就会相信 那如果他说 我就是喜欢你的男朋友志勇 你怎么办 我想问我的男朋友志勇 你到底会选择谁 爱情不是你说喜欢谁就喜欢谁的 那如果他说就是志勇喜欢我 你怎么办 我会祝福他们俩 如果要有你交代的这句话 那我就放心了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四三二一 请恩见 这是我总之一 对其他想法 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冰心 你知道他今天来告白吗 我知道 那你今天来是干嘛呢 我当然要来了 我不能让他站在这里胡说八道 颠倒是非黑白吧 在公司的那些留言是你传的吗 我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没说过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 一个说两个说三个说四个五个 两个都在说 这个源头是你说的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然后看到几个同事在说 其中一个也跟我很好 他当时说就是你说的 我说了 是我说的 我承认你跟小杰的事情 那点事谁不知道啊 你勾引我男朋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我什么时候勾引他了 为什么我男朋友去上洗手 你也要去呢 为什么 而且为什么你还拉着他呢 很奇怪的 他那会儿顺利需要要上厕所 我就没办法了 因为一个男人值得吗 作为好朋友 你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你觉得我还能原谅你吗 我亲眼所见的 况且小杰跟我分手的时候 明确地告诉我 就是因为你他才跟我分手的 你真的相信一个男人的话吗 我相信小杰不会骗我的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小杰 而不相信他呢 你们这么多年讨厌 我认为如果他真的跟小杰 没什么的话 他们产生误会之后 就应该及时跟我解释 但是他没有 这是第一点 他解释了你会信吗 你会听吗 这个我信不信是我的问题 他说不说是他的问题 他不说我就认为他心里有鬼 他心里没鬼 他就要给我解释 现在男朋友已经分开了 你男朋友说的话你还信吗 信啊 他说当年确实是我先喜欢的小徐 假如啊 他这样说你信吗 首先我认为没有这种路口 我想问问在场的所有观众朋友 我比他差吗 我的男朋友会卷着他吗 是不是 但是你男朋友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呢 因为他勾引他 如果说是小杰跟他表白 那我没话可说 他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是他去勾引的 大家对不起我 你认为小杰为什么伤害了你 又没有跟他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 那谁知道呢 偷来的瓜不甜的